今天来盘点一下那些让人有些期待 不过连上都没上线却莫名消失的游戏 今天先来讲讲腾讯片 腾讯讲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黎明觉醒 关注黎明觉醒的玩家其实很多 这款游戏最早是在2018年腾讯年度游戏发布会上 首次公布的《光子研发》 当时名叫代号生机 是一款开放世界的生存游戏 当时对标的游戏应该是网易的明日之后 主要玩法其实就是设计下NNO 熟练使用各类的枪械 过竹线、做任务、下副本 还有考验团队配合的竞技玩法 比较大的亮点就是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庄园 这就涉及到了需要通过采集打猎等手段收集各种材料 把茅草物升级成为小别墅 游戏设定了12项生存的指标 玩家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饥饿状态 体型、精力健康、水分乃至有没有上大号 周围的环境变化会对人体的指标产生一些实时的影响 这游戏其实前前后后测了不少次了 内容也已经相当的完整 经常传出某某时间要上线了 但还是不见综艺 以一个游戏的开发周期来看 这游戏很可能在16年17年就开始立项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实在是惊人 开发团队估计都已经换了一波了 大主宰 大千世界 大主宰是土豆2017年完结的热门小说 大千世界 未面交汇 万足灵力 这小说的设定还是非常适合做游戏的 其实这个IP很早就被土豆给卖掉做游戏了 不过19年版权到期结束运营后又卖给了腾讯 腾讯在2020年年度发布会公布说 天美在做这款开放世界游戏 据说是3A级别的 当时土豆本人还在公众号说 自己会亲自参与游戏的研发工作 力图打造精品游戏 还说这游戏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只是正式上线的时间未定 游戏号称将实现10万人同伏 跳出传统的AO横向拓展的思维定式 设定了超大的游戏场景 真实还原未面交错的大千世界 我之前也参与过一次测试 画面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一些特色的 但实际玩法只能说是夸大其词 还是那一套一条龙的玩法 事后就一直没有了消息 7月份官方公众号已经注销 官网也彻底无法访问了 已经凉凉 看来强如光子天美这样财大气粗的工作室 依旧有太多搞不定的游戏 DNF手游 这款游戏就不用说了 游戏界最扑瘦迷离的一次大无语时间 明明前期大肆的宣传上线的时间 包括腾讯内部人员也对于这款游戏期待满满 列为了当年的S加级别的游戏 结果却无预警的临时喊咖 愤怒的玩家把Type上的评分达到了2.5分 至今 鸽子事件的真正原因也无从所知 坊间是各种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官方说法 不过可以完全排除游戏本身的原因 因为已经测过无数次了 系统方面应该毫无问题 如今韩服自己都要上线了 国服就像凭空消失一样 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失落的方舟 韩国最成功的NNO RPG游戏 也可以说是全球第一NNO 这游戏2018年11月份在韩国公测 之后一直口碑和人气都不错 Steam版同时在线人数 已经突破了132万 全球玩家数量突破了2000万 一款NNO能够上线这么久 还一直霸占着日文榜的前几名 简直就是奇迹般的存在 可惜这游戏一直就没有官方中文版 腾讯很早就拿到了代理权 但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动作 让不少玩家都觉得很纳闷 这几年腾讯已经很少出新的PC游戏了 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把这个游戏已经血藏了 从前有作《建林山》 这是一款国卖IP改编的NNO游戏 也是腾讯大IP大战略的一员 说白点就是一鱼多吃 买下一个IP 然后拍成影视剧 改成动漫做成游戏 相互补充相互拉抬人气 这款游戏也测过几次 玩法上说实话确实比较无聊 不过看起来也已经算完整了 但是官方2020年之后 就一直没有什么动静了 目前公众号已经注销 官网是还在的 大家还知道哪些腾讯游戏 测着测着就黄了呢 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据说腾讯内部 每年都会有数十个游戏理想 但是想要真正的走到大众面前 要通过层层的筛选 很多在内部就被各种原因给否决了 然而 这么层层把关 好像游戏品质还是那样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是雨萱 点赞关注一起玩好玩的游戏